连上的张吉亚震撼了全国在地方上的选举同样也是黑影床床 在台北县三重有里长候选人 他的支持者在投票当天就在投票所前面 被对手阵营辱骂恐吓 要报警还差一点被追打 选举前还有工作人员要发文宣的时候也被跟踪拍照 甚至连里长候选人本身也被威胁 如果当选的话他就会没命 让这个候选人大叹说还是落选比较安全 投票当天三名助选员守在投票所门口 另外一个出口还有四个人把守 看到有对方的支持者前来投票 这名身穿白衣的男子就恶狠狠的瞪着对方 对方离去还不罢休还一路跟踪辱骂对方 被骂的人不甘心想要去报警 男子还骑车追上去 可能是太想打人了 竟然没有注意到路口有车当场被撞到 另外一名男子看到对手阵营助选员发文宣 不但骑车跟踪还一路跟到巷子里面猛拍照 不只助选员心生恐惧不敢拉票 就连里长候选人总部投票前一晚 还被对手阵营数百位的群众放慢脚步包围威吓 还有人拿着冲天炮连放了好几轮挑衅对手阵营 甚至连候选人自己也难逃被恐吓的命运 里长候选人大家选的提心吊胆里内还是选不出来 一位里长 中文新闻台北众口报道